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模考99-3這一題 那這題就跟之前有一題,學測題一樣的概念 不過學測題幫你配好方的 那這題就是,看到這邊呢,我們就要先做配方的動作 做配方的動作是可以讓我們知道一個拋路性的對稱走在哪邊 所以在這裡叫 x 減掉 2 分之 3 平方 那這裡是加 4 分之 9 所以要減掉 4 分之 9 的 a 再加上 b 好,所以我們知道它的對稱走,對稱走就是那個 就是 2 分之 3 是對稱走 我們先來畫兩個走一下 對稱走的話,例如說大概在這裡 2 分之 3 的部分是對稱走 好,那我們還知道了一些資訊 對,知道什麼資訊呢? 這個 1 對,1的時候 1 比較高 1比 3 高 所以 3 的話可能大概 3 的話大概已經 這裡是 1 這2 3 大概在這邊 好,那我們要畫拋路線嘛 所以往下凹的話呢,就畫不出來 所以它給這兩個資訊就是可以讓我們知道 可以往上,對 其實我們也可以再畫清楚一點 我們就說它其實是左右對稱 所以這邊大概會這樣子 對稱走 所以它要連的話只能這樣子連 大概只能這樣子連 OK 那所以根據這樣子連 我們就知道它是開口向下 所以 A 是正 那這個 B 是什麼呢? 對,這個 B 就是 X 代理 對,開口向下 A 是負 對,A 是負 OK 那接下來呢 就是那個 B 是什麼? B 是 B 就是 常數向就是 X 代理 S selling X 代理 Z 4 代理 Z 0 代理 X 0 代理 Z 0 代理 Z 0 是正的 所以 B 是正的 Z 6 0 那 1 跟2呢 1 代理 1 代理 Z 0 代理 1跟2都距中間 0.5 代理 1 代理 那 4 代理 小2 其實我們現在只知道 誰 3 是正 可是 4 是正還是負 我們不知道 它 如果再高一點就可以 所以這是沒辦法確定的 因為我們只知道 這中間的資訊而已 那等於零 是不是一個正一個負根呢? 這裡有一個根 但是因為零的時候呢 這裡帶零的時候它還是正 所以接下來 下一個穿越的時候一定是負 就是它一定是一個正一個負 因為它如果兩個正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兩個正就表示說 你表示你帶零的時候也是這樣 對,如果你兩個正的話 就表示帶零的時候就會變得負 這樣子就沒辦法 所以它一定要 因為你帶零的時候是正 所以一定要這樣子凹才可以 所以這個就是 下一正的負根就對了 所以這裡答案就是2跟5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 就是哪些是重點 配方是重點 然後 去看那個常數相代表1是重點 對稱性 也是重點 我們知道1就可以知道2 知道3就可以知道0 這是一個善用對稱性的做法 對 待會做對稱之前 對稱走要先出現 OK 對稱為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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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